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所谓的眼带手术 眼带有眼带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说是一种初老 这初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要承认自己变老的时候 刚刚变老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期是蛮尴尬的 因为你要承认自己开始老化 那眼带这个手术 其实就是在初老现象的一个象征 所以去除眼带 可以算是一个CP值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眼带手术 我们要看什么是眼带 那眼带的话有所谓的卧蝉 卧蝉是肌肉 眼带是脂肪 那脂肪凸出来以后 就会有泪沟的形成 因此我们所谓眼带手术 就是要把眼带消除 还有泪沟也要抚平 那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直接把脂肪拿掉 另外一个手术方式 就是把眼带推回去 就是推回它以前应该要的位置 那接下来第三种叫做眼带移位手术 就是把眼带移到你的苹果肌上面 那这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因为它切除掉以后 有时候切的太多切的太少 都不会让客人满意 第二个就是说你把眼带拿掉的时候 有时候泪沟还是会比较明显 那至于把眼带推回去呢 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中脸会变得比较没有金色 因此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所谓的眼带移位手术 就是把眼带来补泪沟 那这样的手术方式 可以说是一举两的 下眼眶的曲线是先凹或凸 有眼带的人他是先凸或凸 所以我们把眼带移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把曲线改成先凸或凸 这就是我们做眼带移位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